新年新气象 新年大家望 我是戴梦 给各位看客老爷拜年了 各位过年好 新的一年 祝咱们的爸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祝咱们的考生考什么过什么 祝咱们都能数钱数到 手抽筋 感谢各位捧场2020年最新一期的最佳盘点 今天我们回首往昔 一起来看看发生的S9赛季的职业赛场上 都有哪些让我们激动万分的名场面吧 去年的克列 今年的派森 2019年周季赛 方普拉斯对战格里芬的比赛 此时LPL大比分落后 31分钟 方普拉斯与格里芬在大龙处爆发团战 都被绕后切入 同时杜因币派森跳踏至后方战场 闪现三连 一套华丽连击直接带走核心输出Vapor 于此正面战场也传来捷爆 方普拉斯团灭格里芬一波结束比赛 为LPL续上一命 看到里芬马上往外拉 这个时候刀妹一波重击让后 刀妹的位置搭了一下 大家没有开到 刀妹要刀妹要刀妹要刺 刀妹就会先打出来 这里的话他们已经被杀了 对比赛我们 飞本 杀飞本 飞本要打了 一球炸死了 到这边也是冲个价带出来 从巴不是烫死的 零花五零花五直接吹皮 结束结束结束 两个吹走甲 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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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阴币哥 飞克尔卡牌全场高能 带走胜利 2019年全球总决赛 SKT对战暗击的比赛 飞克尔先是上演一波神级逃生 随后完美诠释卡牌的三代 凭借出色的运营 以及实力带走比赛的胜利 我爆了 就两下 哇 这个 这个速度 高地没了 而且里哥有开大了 哇 这边 他都大有击P了 这边想脱加 两TB 我 我这边是想抽加 想直接打 有两土龙打龙 打这个 哦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 直不像一下 我刚才把里哥给杀掉了 但是狼心记得也没回去了 哎 谁上一声 没法 我的天 哇 哇 没想这样 这SKT 确实没想到啊 对 俄赛的心血鬼早已成为招牌 他无解的心血鬼 总是能打出爆炸的伤害 上演了一波又一波的神仙秒杀 相信各位也都能背下这一段段精彩绝伦的台词了 哦 这才是血桥消失 受不下 受不下 接个的装备太差了 是 现在只有一个腰带加鬼叔 但是爱比带的老师一号 好痛 血鬼直接开了 但对不接个量要回答 爱比带2秒了 我的天啊 一拳去帮他有点小AO推陷 三个人想抓的赛 赛直接被顶出了防御塔 招闪现想去换MIST的大招 直接BOSS了 红怒Q回了一口 还转身还想杀Magic 落地一个Rookie 但是Rookie根本就没有冲到主攻 赛的赛1V3 看下了一波双杀 UDI虽然在S9成绩不是很理想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强大的实力 2019年春季赛 对战京东的比赛中 UDI与中单小虎上演了 一波高能2打5 场面着实让人激动 只要撤就OK了 正面进去的人都只能卖掉了 UDI下一块 与赶紧一技能往后拉 绿毛的一个Q技能 没有减速到 这波两个C还要打5个人吗 真的假的 UDI飞进去掉闪现吧 一波打到一丝线 小虎也闪进过去 帮出阳光的一个闪现 身上都有一技能 先射掉了一个星德拉 打出一个被斗 陆年在脸上再打一个被斗 这时候UDI跟上来 打出一个天降 终结掉了住 我的老天儿 RNG双齐 两个打5个呀 我猜我猜 等等 我猜猜她们都在这打 girl 再打就打就打 我没事我觉得这波 你看一下我觉得 我觉得有机会杀人 打没机吗 没有机会杀人 想要这样骑一下 坐啊坐啊坐啊 想念 先杀人也行 别骑 Put the Avion 叁就到哦 慢慢打慢慢肩脖子 慢慢免狼诸醜 慢慢慢慢 走啊,走啊 都没新人啦,来啦啦! 他没阿的这个ING 你看嘛,在 Strั้ng 小虎操구요 因许什么? 牵手没算 ride 不要操作 来一次 来一次 天下 天下 超过什么赢啊 超过真龙 被破超过力 林芒虽然在夏季赛中表现一般 但是S就全球总决赛的他 无愧于曾经的S8MVP 神仙芒森也是助IG击败几旅 格里芬赛后余泽晒的握手 至今依旧是历历在目 我看了他 这位老师有没有打到宝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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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迪没打了 逼位置 逼位置 都可以踩一场 茅森可没有给到 他杀起进来了 但是卡啥 天下给到了 大破击 净破击 特殊里面还在追 华队的团战 爱迪把他们的卷荣直席到了完美 这场比赛 也许是因为生死局 也许是因为IG代表的RPL 我们会觉得好像显向还生 这个握手 这个握手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只IG真的回来了 熟悉的那个节奏回来了 S8的恶魔 S9的天使 正是那个男人 德赛那一场比赛的天使 我相信无论时隔几年 都不会被人遗忘 阿闪留人至今看来 一又激昂万分 你是否还记得 飞客的神掌一拍五 相信无论你是谁的粉丝 都会被这一幕所震撼 我们不禁感叹 连麦的里哥 究竟还能为我们 带来多少震撼的操作 看我金花 还有我水晶 这个地方有点的危险 反手一个大招 艾希开始射了 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伤害啊 刚才飞客第一时间不在 哇 这部塔姆打得非常好 塔姆绝齐 哇 里哥排回来五个 拍到了格托的立场上了之后 这一波实在是打了一波奇迹团战 哇 哇 天 伤害太高了 直接杀到了维鲁斯之后 还在继续追 Makes这个地方再被菲克追 直接被秒了 他散不过来 是 塔姆击飞 布隆的话 布隆那个 威克托是直接被秒了 那菲克这个地方来了 这是出入吧 哇 这个是真的 一闪 实在猛 一闪 直接拍到立场上了 则赛赛赛赛赛赛同步反杀 着实让人激情澎湃 在那个万众瞩目的大战中 则赛这一操作 无疑是为这场大战上演了一波重头戏 三条线 埃及的补刀都是领先的 是的 上路这个 赛拉斯现在打的也太细了吧 你要给大了吗 我看一下 赛拉斯给大了 赛拉斯给大了 给那个假大 两个都给大了 一个山寨版的 一个正版的 但是这波盲森在 看姿态的演技闪现 不是这个 但是Q要来跑了 王珠被拉断了 在这边 有猪可以来了 在这边直接砸死了 姿态 哎呦 没有如此在空中 这一波他的球技能 太过分了 打死了 卫生还能再打的 这个球技能有点低 啊 中小野要炸了 凌亡绕住 打不出去 啊 这个中小野 全部死亡 上中野这一波 是彻底炸的自然 优秀了呀 绝境李湘赫 菲克尔这一代的大魔王 千万不要低估他的夺冠之心 从初到巅峰到年年不行 然而今天菲克尔 依旧是SKD黑暗中的引路人 依旧是SKD的秦天柱 我相信各位追的并不是SKD 而是SKD那颗最亮的星 对 杀菲克尔 可安这位置没有任何把明天都追 也死了 这个高度的小屏闪 闪现不记被动全面 沙皇一个回车队 亏了三个人 但这个位置沙皇山好高啊 把队面把S后半全都秒掉 引路上去打贴身战 但也被沙皇戳死了 而且沙皇还要追 一个一颗表演两下平A 绝境李湘赫 菲克尔这一波 梆后帮TT 对 他的这波后帮TT 真的是给SKD 绝对一大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 英雄联盟再也不是曾经的一款游戏 再经过了几年的风风雨雨 电子竞技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英雄联盟也书写了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 远古时代的WE EDG的首个拳头官方冠军 SKD的三冠王朝 S8的大满冠 NNG的MSI冠军 That was brilliant execution for Team WE Let's hear it ladies and gentlemen Team World Elite The winners of the IGF Pro League 5 Here in Las Vegas Fantastic performance A lot of people didn't expect World Elite to be number one World Champions here at the Staples Center Your first ever two-time World Champions SK Telecom have overcome every challenge They are the undisputed best team in the world The SKT reign continues They win their third world championship 恭喜查证 恭喜林地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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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けれm Çok 冬队 珍瓊的寡妇 我们碰见了非常地傳说 一个重要大 Sandra 真的杀到 cover 复着结写表达 U Fly U Fly 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主于RNG的每一个人 O Fly 但是撞的是一个前排 此外是一席能位移过去 闪现过去 开 配合加量到中 扯一空 全空 上面去偷了一道输输 规矩 但是血线已经很低了 前卷在侧面直接打前排 走才顶住 前卷 三角度去 两角 变死 小宝 还有延权 拳头在死 三个人中 拿下的杖 还没追 立飞 等晒被顶住了 那追击有点难 难受可以这边下去 要小心自己的位置 为什么也不敢回来 准备撞了呀 准备撞了 稍微小心点 准备撞了 这三次一步 天生下发现一回事 准备撞准备 这个是没必要的呀 但是依然可以啊 准备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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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我们是冠冠备 那是那个追你们的冠冠 我们是冠冠 我们是冠冠 这个位置 他们撞来这儿 我遇到了 漂亮 哎 两口子 没有打一场 漂亮 准备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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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在职业赛场上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 Demo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 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让我们震惊的时刻 如果你觉得Demo视频做得不错的话 如果你和Demo一样喜欢英雄联盟喜欢职业赛事 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收听Demo视频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